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申请的这个哈佛的研究生院的宿舍的这个过程和经历 希望能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作用 首先的话我第一步做的就是找一个室友 因为我觉得博士的那边房租也挺高的 我也不喜欢一个人住 有个人聊聊天总是好的 然后他们那边的房心我看也都普遍比较偏小 所以就是也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吧 我觉得就是找一个室友的话 我们俩的预算就可以高一点 像我的话是在争取是在5月1号之前找到的室友 因为学校的那个housing的申请是在5月1号截止 这5月1号截止不是说你5月1号以后就不可以申请 而是说5月1号之前的话你可以进入学校这个housing的这个抽奖lottery system 来抽你什么样什么时间可以选房子 所以我当时是想就是在这个之前找到室友嘛 然后你可以通过比如说加一些新生群啊 然后新生群里面可能会有人说有没有租房群啊 然后像我的话是参加了一个学校组织的新生见面会 然后在曼哈顿这边然后我认识了一个女生 我们俩的这个budget啊生活作息啊 然后呢卫生习惯都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就一拍即合嘛就选好了室友 然后这个新生见面会的话是大概是在4月份 可能别的城市也会有到时候主要是注意查看一下学校发给你的邮件 一般他都会把这些活动就什么时候举办什么样的注册啊 然后发给你 OK然后呢就是怎么样申请这个进入这个lottery system 就是其实最好因为我是两个人嘛 但是我们还是学校建议是分开申请 因为分开申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抽两次 如果一起申请的话作为roommate申请的话就只能抽一次 这个机遇有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两个是分开申请的 过程就是你到学校那个网站 然后呢输入你的所有信息你是什么专业的 好像有那个你Hover的ID啊怎么怎么样这些信息出进去 然后过几天他就approve了 然后呢他approve了以后等到我是等到了5月4号收到了一封邮件 学校说你的window出来了看一下我什么时候抽 然后其实我和我室友就是抽的这个时间都比较晚 像今年的话他是5月9号就开始了 但是我们俩抽到一个是23号一个是25号 我是23号他是25号 所以就都挺晚的 然后我看群里说去年这个时候 已经基本上没有房子了 所以也挺慌的 不过就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等到我们可以抽的那个时间 去看下到底有什么房子剩下来 然后呢等到我是他是给你两个window 一个是一天第一天呢是让你看 只能看不能选 所有人都只能看不能选 然后第二天呢早上9点钟就是东部的 美国东部的时间可以选 所以就是我在23号看了房子 然后我们俩列了一个大概五六个房子 就是我们觉得这几个应该可以 然后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价格也便宜 这个位置也好 明天争取抢上 然后呢我第二天就早早就起床 然后把电脑打开 然后那个网页也打开不停地在刷新 就很遗憾的是就是我们列的五个房子 基本上没过几十秒全部都被抢光了 是非常的competitive 然后没办法还剩下大概也没有剩下几个listing吧 然后我们就住一个都看了一遍 然后选了一个就是大家都还能接受的一个房子 不是我们的first choice 但是也没有办法对吧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 实际上呢它这个window可能也不是越晚越不好 因为什么就是每天其实还会有新的东西放出来 因为可能是之前第一个选的人 他选了以后打算不打算签约 那可能过一个星期这个房源又放出来了 所以你有时候是可以看到有新的房源放出来的 像我比如说早上选看到有比如十几个 然后晚上一看又多了几个 所以这都是看吧 就是虽然是越早越好 但是晚了也不要着急 就是也有可能会有好的房子剩下来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我们俩都能接受的 选完以后也不是直接签约 大概是等24个小时 他会给你generate一个他的lease 就是一个合同 然后他还会再给你一个截止日期 像我的话他是给了我7天的截止日期 就是7天之内要签这个合约 然后要把他的这个prepayment 就是交上他才能保证你能确保你这个锁定这个房子 所以我就先是选择那个我还没有签 因为我想等一下看看我室友的那个window 就是他选的时候他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就是选项吧 然后等到他的window之后我们一看 确实又有多几个房源出现了 然后当时就很开心嘛 因为我们又看到了新的房源 然后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就是又列了一个列表 就这几个样子能选到就挺好的 结果等到他选的时候也是一秒就没有了 而且更夸张的就是没有过几分钟 学校的这个housing就发邮件给所有学生说 我们所有的房子都选完了没有房子 所以对于我室友来说就是他连选择的遗体都没有 如果没关系反正我选到了嘛 然后我们俩就决定签我选的那个 因为选完以后也不是直接签 他是大概过了24小时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说你的这个lease已经好了 那这时候我就决定把我的室友也加上去 他给了我一个七天的期限 然后我在期间之内签好然后付好钱 然后我就给学校发了一个邮件说 哎能不能把我的室友加上 然后呢他们当天也就回复我 就把我的室友的名字也加到这个合约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我就和我室友约了一个时间 我们俩一起签了这个合约 然后把它的prepayment给交掉了 prepayment具体是怎么样一个钱呢 就是他比方说你是7月20号搬进去 那你就要交7月20号到7月底的这个房租 然后再加上下一个月的房租 8月份的房租 就是一个月可能一个月零10天的房租 然后他会按天给你算好给你报出一个价格来 然后呢你和你的室友如果有室友的话 就是对半分 如果假如说你们自己商量 比如说我这个房间可能好一点 我多付一点钱对吧 那你就是自己之间再转账就可以了 学校的话是不管你是怎么样安排的 他都是给你一个对半分的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等我们俩签完约 我觉得因为都是在网上签 所以我们就是在Zoom上面打了个电话 让我们来一起弄的 同时弄完以后大概等了三四天吧 学校就给我们发了一个邮件说 我们查过了你的这个housing没有问题 我们就签了 那这样一来我们就终于成功 成功把这个房子给定下来了 不用担心在大街上流浪 so yeah 这就是我们俩签约的这样找房子这样一个过程 像中间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给他们的学校的leasing office 然后发邮件或打电话 他们都很快 对回复都很快 所以还是就是挺好的这个服务 我觉得 像我们选的地方叫peabody terrace 我是在网上看了一些图片啊视频 我觉得还挺好的 好像就在河边 然后呢环境也挺好 主要的缺点可能是它没有一个 没有里面没有空调 然后呢 它的电梯并不是每一层 每一层都会停 像我们坐的那一层就是电梯不停的 可能要啪啪楼梯 不过也不要紧 到时候如果搬过去的话 可能再做一个视频给大家看看这个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能选上学校住宿还是挺幸运的吧 就是因为跟校外比的话 校外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要求 我不知道对学生 国际生可能他们接待多了 可能也会有不一样 但是一般在这间租房的话 一个你需要一个social security number 这个社保号 然后呢你的这个credit score 有一个信用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要找担保啊 什么乱七八糟 这个可麻烦 还有的话就是费用也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学校的宿舍是水电网全包的 像校外的话 一般我觉得这种就比较少见 像我在纽约附近的话 我的一个one bedroom apartment 就是一个房间的房子 一个月可能将近算下来高的时候 四五百刀水电网 还是挺贵的 所以在学校住宿可以把支付人钱 省过去也是挺好的 像校外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交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房租 然后呢你还要交一个月的中介费 你还要再交一个月的押金 所以下子就四个月的房租 也是一大笔钱一下就花出去 可能也不是感觉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选到学校宿舍的话就是最好的 蛮有便宜 嗯 所以呀这就是我和我室友 以及在学校选房子的这个经理 希望可以对未来的哈佛研究生学生有所帮助 嗯可能每年情况也都不太一样 但就是我今年是2022年到2023年 这一届的这个申请房子的情况 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那下次再见啦拜拜